其實我都所謂成功 其實相對失敗少 你就成功了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相對 你經常都很多東西都 拿東西、拆招皮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 一個女生二十多歲的時候 是氣質真空期 因為你又沒有十多歲那種天真少女 但你又未到三字頭那種 開始有些成熟 或者是有些小故 有些東西你會覺得 可以看得開一點、放得開一點 那種充容 放鬆情緒是一個很重要的學問 尤其是在香港 不代表只是現在發生的事 對於可能每個人的家 或者事業等等的一些壓力 其實要懂得去排放那件事 都是很重要的